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不想算了 天那么大 为何不飞翔 青春因为早未才珍贵 越收缩越无悔 让梦实现一回 青春因为早未才无畏 从来不怕奉陪 我只要成就感的滋味 青春因为早未才珍贵 越收缩越无悔 让梦实现一回 青春因为早未才无畏 从来不怕奉陪 我只要成就感的滋味 青春 好 谢谢你啊 这么晚还帮我拿东西 那有啥 这不是应该的吗 那行 刘总 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回房间了 你也早点休息 希希 你买这么多东西 都是给杨师哥的 是啊 你怎么了 我感觉你好像不开心啊 别提了 我觉得陈广玉 越来越把我放在心上了 之前说好的 一毕业就结婚 可现在我一提 他就找各种理由 说句实话 其实 结婚早真的不是什么好事 你看我就是个例子 我们 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了解过 可是我们也不是太早啊 我们都在一起好几年了 真不是我逼他 其实男人吧 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 我能理解杨师哥的想法 他无非就是想 各方面的条件都好了以后 再考虑结婚的事情 不像我 什么事业都没有就结婚 结果婚都没结成就二婚了 过去的事你就别再想了 你这么好 我相信以后 肯定会有个好过年喜欢上你的 当然吧 当然吧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你看 你还有我们这么一大帮朋友 在你身边呢 是不是 我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但是我有的时候 真的是强颜欢笑 我特别怕辜负了大家的一番好意 这件事情 我真的没那么快能缓过来 小宝 那个 能送给我吗 可以啊 你随便挑 你也挑挑吧 看看喜欢哪个 我 我可以要这个 当然可以了 小宝 别不开心了 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谢谢你啊 也谢谢你 我回去 会好好想象你说的话 可能是之前 我一直误会成光了 嗯 走吧 来了 我给你招车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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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五个人坐一辆车不挤吗 孔浩 你去坐小宝车吧 睡太急了 我不急啊 我挺舒服的 咱五个人一辆车 睡太紧了 郑浩 要不你去陪小宝吧 运车 郑浩 你没事吧 没事吧 那个 要不然这样吧 我去跟小宝坐一台 然后让孔浩和郑浩坐这 好 拜拜 走吧 进去 进安全的 希希 你在等电话 我今天上午给成光发了一个微信 他到现在也没回我 他可能没看到吧 你回去以后啊 你跟他好好聊聊 有什么误会 说一说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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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哥 我走了 就这么走啦 你回去开慢点 到家给我信息 我还不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飞哥 怎么是你啊 你现在车开得挺快啊 车技见长 我这不是 行了你 走 上家里去 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啊 是不是 你怎么黑了这么多啊 有露宅 快成印度人了 爸 你看谁来了 伯父 云飞 不是 你们俩怎么一起回来了 我刚在门口跟他碰上 错 他从旺盛路一直跟踪我到家门口 我还以为他是什么灯图浪子 打算教训他来着 真有这回事吗 哪有 陈先生 放已经做好了 好 走 云飞 咱们边吃边聊 来 来 快 吃饭了 来 先找他 来 干杯 来 云飞 快自己冻筷子 这是我们家阿姨的特色菜 你多吃吃 来来来来 行 说说了 来 咱俩可是有十多年没见了 是不是 可不不吗 那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接手了一家传媒公司 我接手了一家传媒公司 打算以此为起点 好好在国内打拼一番 巧了 我们极端齐下 也有一家传媒子公司 可是呢 真是很惭愧 这家公司在管理上有很大的问题 一直是总在撑着 所以云飞啊 你有时间去转一转 给我提提意见 莫飞 提意见我可不敢 改天我过去好好参观学习一下 来 吃吃吃吃 注意点 吃香 云飞啊 在国外这么多年了 有没有交女朋友 这可是终身大事 这个我比较惭愧 一直忙于工作 没空谈恋爱 其实是没遇上合适的人 你怎么也不跟你云飞哥聊聊天 真不讲题吗 聊什么呀 我跟他前两天咱在网上聊过 你当我是你呀 云飞哥走了十几年 你就真的十几年不跟他说话呀 我跟他可是资深网友好不好 是 我们俩平常在网上聊 行行行行 我搂了 云飞啊 我还记得啊 你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跟星星在一起玩 那个 我记得当时候你们就这么点小屁孩 我 你当时候跟我说一句 说我长大了 能不能让星星做我的新娘子 您怎么还记得太久了 我当然记得 对了 我还记得另一事啊 有一回这个星星摔了一脚 你背着他就往医院跑 等到了医院 你自个儿都累得站不起来了 还记得吗 我星星小时候营养太好了 来来来 来 云飞 多吃点啊 叔叔 您现在还玩字画吗 当然玩 对了 我最近新拍了一幅画 一会儿咱们去书房看看 好 叔叔 我前一段时间去哈瓦那的时候 给您专门带了点雪茄 一会儿给您也拿上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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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喝酒 我吃饱了 你们看话抽雪茄 我就不参加了啊 反正我也差不上话 慢慢吃啊 你瞧这孩子 来来 云飞 不管他 咱们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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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来 晓晓 你晚上干嘛去了 我有一发小 刚从美国回来 晚上在我家吃了顿饭 现在正跟我爸在书房看画呢 你往前点 男子女的 男的呀 怎么了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就一哥们儿从小玩到大的 你别想歪了 回头给挣钱思想也带偏了啊 好 走我才没你这么小心眼呢 对了 我在那个佳佳朋友圈看到 明天好像是他那个选秀的决赛 我知道 肯浩 你得到场啊 这么大日子 佳佳肯定希望你陪着他身边 我出不去啊 我妈现在天天看着我复习 我都快哭死了 这么大的日子 你都不能陪在他身边 回头佳佳给你生气啊 我告诉你 这样也不行 复习是得好好复 不 但你也得劳一些合约 我也没办法呀 我现在每天放风时间 就是打一具游戏 那这样吧 你等着 到时候我给你来一个 金蝉脱鞘 你怎么会有的 站着 干嘛去啊 正前约我出去一起去踢个球 这眼看就要考试了 还有心思踢球呢 这不得劳逸结合嘛 适当的体育运动有助于记忆 挣钱找你踢球是吧 就在窗外呢 不信你去看看 挣钱 阿姨好 小浩她不能去了 复习材料都还没看呢 不是 我们人都到齐了 就 就差口号一个了 他不去了 麻烦你跟大家伙说一声吧 人都到齐了 就差我一个不去都没面子 看书去 喂 赵天 喂 赵天 喂 赵子 我看你要是在家合法复习吗 考公务员 那可是关系到你跟佳佳 终身幸福的大事 什么呀 就我这样的 我能考上公务员吗 我那就是权宜之计 你知道吗 兄弟 我也帮不了你了 这样吧 宋佛送到戏 我就告诉佳佳你在家模拟考试 行吗 就这样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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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 喂 喂 真没意义啊 来了 来了 来 维... 怎么办怎么办 这篇得一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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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老是酒带 也不行 不行 不行 怎么办 怎么办 好 哎呦 刚才选过入围的选手 请刚往到里面来 好 抱歉 各位先生 抱歉 我现在呢 在牛逊真秀的选秀现场 今天来带给大家 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美丽漂亮的小姐姐 走 咱们回去打个招呼 小姐姐 来跟我的粉丝们打上招呼吧 不方便 你走开了 咱们在选秀现场 这个美女姐姐呢 可能是落选了 有点不高兴 大家理解一下啊 没事 没事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 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拍我 你还拍 什么态度吗 怪不得淘汰 你说什么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怎么办 咱们喜欢的爱丽丝 爱丽丝 爱丽丝 我们网红真是长谎 是个人就以为自己是女心呢 佳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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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我 还认不出来 你不爱脸 就上高中那会儿 你们老叫我牛丙丙 你起来吗 妈呀 牛丙丙 是你啊 我记得你以前不长这样 你小时候那脸圆圆的胖胖的 脑袋你走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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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撑啊 撑他 撑他 被淘汰了 嗯 在这儿跟我说呀 我能让你拿冠军 你能让我拿冠军 你还不知道了吧 我是这儿的比赛评委 还有啊 这种节目都是骗钱的 以后别参加这种活动了 真的吗 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怎么那么多人认识你 这样我带你去我工作室看看 工作室啊 对啊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 这个是画房间 换衣服也有个特别吧 好大啊 前面还有好多路口 各种各样的磁品房间 这儿还在直播呢 他真的在直播呢 他真的在直播呢 这套前面看看 好混蛋啊 每个房间的装扮 多数不一样的 又在唱歌 你有位 我有位啊 你们好啊 我是来自广东站光的 那里的城市呢 是好漂亮的 我有看 我有看 然后又有好漂亮的 好漂亮啊 你好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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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不错吧 你这每一张工作都不一样啊 艾莲 你年纪轻轻的 有这么大的工作室啊 妈妈来呗 嘉嘉 现在你知道了吧 这个就是 那么多人认识我的途径 你有没有考虑 加入我们呀 我啊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 那你会卖萌吗 这个我会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对啊 多好啊 你又会撒娇 人还长得这么漂亮 到时候在网上直播发发点 那送礼物的人 是一大把一大把的 就这么简单啊 你以为我多难 艾莲 那做直播可以赚多少钱啊 这个很难说 从几千到十几万 都不一样 得根据流量来定 很多流量好的网红呢 不单单赚钱是靠这些送礼物 还有很多商品的代理商 会找他们卖东西赚取提成 流量更好一点的网红啊 会像明星一样 出席各种活动 代言很多产品 那这样的收入的话 会更多的 这么厉害吗 我们现在这个行业 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 星星行业 那前景啊 相当乐观的 考虑一下 好 好 好 来 起床了 起床了 来 今天考试 不许调电子 我给你做好吃 高水 我去吧 你这哈杰连天的 来来来 妈给你精心抬制了油 超能夺的 保证你喝下去就精神 妈怎么这么苦啊 加点糖 那不能加糖 你加糖那么饭甜 又该犯困了 快 喝了吧 快 快快 干了 干了 对 真乖 来来来 再加点 再加点 二次 我不喝了 精神了 今天考试那么关键 儿子 乖 真不喝了吧 再喝了 喝了 这差不多 究竟能考好 我还这么能行 这是我们的会议室 来 往这边 这边的是工作局 好几个部门都在一块 来 书长 这是我们的广告设计部 主要负责品牌设计 logo设计 广告片头设计 来 跟楚总打个招 楚总好 身体好 楚 你好 有 楚总 来 这边请 来 这边 这边是我们的宣发部 主要负责成品宣传 和移动宣传 包括地铁广告 还有户外广告盘 来 全体起立 向楚总好 楚总好 新看的还不错 楚总请 这是我们的茶水间 大家休息的时候啊 可以吃吃零食 喝喝咖啡 也是为了响应董事长的号召 关怀员工 以人为本 彰显我们的企业文化 跟楚总打招呼 楚总好 你好 楚总 这边再看看 我再跟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策划营销部 主要负责 线上和线下的策划和营销 选举起立 向楚总致敬 方先生好 楚总 请我们办公室坐一下 楚总请坐 您请坐 您太客气了 楚总 陈总说了 您是来制造工作的 您刚才看了一下 您觉得 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吗 您别这么说 我这次来 主要是参观学习啊 经理 您的咖啡好 放在那儿吧 怎么喝 灯手给交流 没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心点 脸烫的 楚总 让他受受就行 怎么难道您打架呢 没关系 这是我们的改进方案吗 对的 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 这是谁写的 一个叫做郑晴的员工写的 可以把他叫过来跟我聊聊吗 他已经离职了 离职了 这么优秀的人才 怎么能放走呢 是他自己主动辞职的 我尽力挽留了 没留住 这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什么的 他已经离职了 他已经离职了 您稍等 我找一下 喂 教练 赶紧调下离职员工 挣钱的联系方式 趴到我手机上来 快点 赶紧调下离职员工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去 干脑就快来了 切心切成细吧 谢谢 你在哪儿呢 云飞哥 我在华叶传媒呢 你去那儿干嘛 那天在你家吃饭的时候 你爸不是让我过来参观学习的吗 你不是说今天来我改装车间的吗 你什么时候来啊 我都等你大半天了 我今天也学习得差不多了 挺受教 我一会儿过去 等我啊 那你快点啊 嗯 初总 不好意思 来 初总 好 怎么样了 这就是您要的挣钱的联系方式 多谢 客气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今天也参观学习得差不多了 您先忙 对了 这里的文件 可不可以给我一份拷贝啊 您可以直接把原件拿走 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就多谢了 我送您 哈哈 非常感谢您 现在知道工作 这边请 哈哈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告 怎么了 老师我独死活 要是什么叫做 去吧 快去问问 行 老师 我还得去一趟 我还得去一趟 你去吧 快去问问 各位考生请不议 2018年华海市公布院考试 到此结束 请停止打击 监科老师 请收回答地址 好好好 要不要 行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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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照 曼 匆 好 怎么样 相当不错了 也不像伯父说的不务正业 他不懂 他个老古板 反正我做什么事情 他都看不顺眼 你还做什么其他事 让伯父不顺眼 你看啊 从大学选专业开始 他就看我不顺眼 我做这改装车间吧 他也看我不爽 不信他谈个男朋友 他也不喜欢 真不知道我做什么 能让他开心 你谈男朋友了 怎么 没什么 长大了呗 那你见见啊 坐那儿 那儿 那儿 没什么 这个啊 嗯 好 喝点什么 你看 珍珠奶茶不加珍珠 你还记得呢 不就是奶茶吗 我还记得你啊 游戏只玩莫兽世界 平常没事 还要唱唱K 对吧 云飞哥 我们现在玩吃鸡 吃鸡 吃鸡 对啊 而且我早就不喝珍珍奶茶了 我现在喝抹茶沙百特 抹茶沙百特 你就是姓名饿 服务员 你干嘛 点单啊 你真是在国外待得太久了 你都淘汰了 你看这是什么 二维码 对啊 看着啊 现在在国内啊 都是手机扫码自助下单 你看啊 就点这里 扫一扫 然后对着这个 你看 菜单又出来了 图文并吧 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 确认点菜 你看 好了 你喝什么 我也抹茶沙百特 我尝尝什么味 你看这边就加一 选好了 两二之间 这书密码买单就好 睡碗方便 没想到我走这么长时间 跟你有了代沟了 我得抓紧时间补上啊 这不是代沟 你这就是在国外待的 这东西连老城都会用 现在在中国已经不一样了 你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就这东西 连那天桥上贴膜的小哥 然后路边卖花的阿婆 都会使这东西 怎么样 要不要我免费给你培训一下 别 还是自己去 等着你以后嘲笑 来 谢谢 谢谢 你乖 尝尝 好喝吗 对了 你爸跟我说 想让你去我那儿上班呢 你怎么才 我不去 为什么 我去干吗呀 我这不是跟你捣乱吗 我这还想着 借这次工作的机会 跟你好好多相处相处 这么快就否决我 他也不给面子了 不是不给你面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我去了肯定是给你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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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捣乱 不拍我 把这个举着 再比个心 对了 你拍下 你现在有进步啊 你以前啊 你拍照就直回这儿 进步已经很大了 带来一张 对你 你拍照 我给你拍照 你拍照 点击 不是 给你拍照 你拍照 你拍照 我发套 你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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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好 请问你是挣钱吗 对啊 您是哪位 我叫楚云飞 前两天去华业传媒办事 意外地看到你的改进方案 就向他们要你的联系方式 希望今天给你打电话 不会让你觉得太唐突 不会唐突 我倒觉得挺受惩若惊的 我觉得你对公司管理方面 非常有想法 不如我们俩见一面 当面聊聊怎么样 可以 你这么爽快 我倒有点尴尬 我还以为你会问一下公司的状况之类的 既然您能从华业拿到我的资料 还有联系方式 那就说明呢 您跟华业一定有很深的关系 有华业支撑担保 我觉得您应该不是骗子 或者皮包公司什么的 好 我的公司在通融大厦 公司名字叫腾达传媒 去哪儿了你 不是我的原因 不是我的原因 我有事 我妈非要拉着我视频 我是答应你过来陪你了 但是这不是也没办法吗 你考怎么样 你看呢 我跟你说 我妈她一早上 非要给我喝什么苦咖啡 梦子我考试的时候一直跑度 好死不死 五分钟一次 不是 不许是咋了 不一定 对吧 说不定会有奇迹呢 是不是 笑 笑 你笑什么笑 活该 行了 走吧 好 请进 楚总 郑先生到了 你好 我叫郑钱 楚云飞 等你半天了 快请坐 郑钱啊 我呢 刚从国外回来 说话比较直接 所以我就开门见山了 你的那篇改进方案 我有看过 我个人呢 非常欣赏你 希望你能够来我的公司 跟我们一起工作 这就是今天邀请你来的本意 首先 谢谢楚总的好意 我真的是受伸入惊 但是不好意思 我去华业传媒只是想体验一下 在企业就职的感觉 将来 我还是会选择自主创业 当然 创业是每一个成功商人的必经之路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虽然你的想法和思维都很开阔 可是 经验和资源这两方面 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 楚总 请问您是从哪些方面判断我经验不足的 仅仅是因为我的年龄吗 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啊 不仅仅是因为你的年纪 你写的那篇改进方案 我有详细地摆读过 里面的想法都非常大的 思路也很创新 可是一看就是出自一个 没有管理经验的新手 因为里面有很多条款 是不那么容易实现的 而且还需要因底质疑的改进 你同意吗 这点我承认 因为我确实缺少企业管理的经验 正前 牛顿都承认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才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 我觉得 腾达可以当你的巨人 可以为你省去很多 积累经验的时间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公欲善其事 就是避嫌离其期 对吗 那么请问初总 您能否告诉我 腾达有哪些优势呢 腾达一共有两个优势 这第一 腾达为国内众多的知名品牌 提供全方位的传播服务 我们的涉猎范围有 广告 媒体管理 一对一传播 品牌形象设计 标志设计等等 我们全都在做 如果你要加入腾达 你将面对的是 各行各业内的尖端人士 到时候你想从他们身上 汲取什么样的养分 那你自己的权利 这第二嘛 你在这个行业里 你自然会清楚 腾达本身就是尽自招牌 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随时啊 我明白了 我很好奇啊 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是谁让你改变的 牛顿吗 是牛顿 还有你自弹症 谢谢书总 你不要问一下 你的薪资待遇问题吗 需要呢 好 欢迎加入腾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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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转弦 不愿意 没有签字 我遇到我 谢谢 有点误善 不愿意 有点误善 有点误善 假虽 有点误善 不愿意 有点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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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青春因为早味才那么珍贵 因为有你越是受挫越无悔 白日梦不是白做 是让梦实现一回 这成长别太常规 我要成就感的滋味 这成长别太常规 我们的青春需早味 是让梦实现一回 是让梦实现一回